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澳洲政府开始加快审理 港人移民签证申请 发黑心裁 郑州泡水车衣物鞋玩具 开始流向全国市场 秦江低调上任 美国务院未派官员迎接 害怕成为替罪养 崔天海滞美不归传言四起 北级外媒递刀子 郑州水灾失子家庭被错领围体 滚滚红楼官入广州地铁 乘客荆途 中国女排提前务院八强 创奥运会最差记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澳洲政府开始加快审批 港人移民签证申请 在7月30日下周 澳洲参议员柏特森在脸书发文 说 莫里森政府已经开始快速审理 港人的签证申请 澳广国家电台透露 移民部长霍克已经发布新指引 对符合技术签证条件的香港公民在申请签证时 移民局将优先考虑 申请是进一步履行澳洲政府在2020年7月的承诺 在去年7月9日澳洲总理 参议员在过去一年 他的办公室已经协助几十名申请人 瀏覽了申请系统 他认为这些累积的政策变化 将令到港人更容易留下 在30日澳港联发言人 Jane Poon在接受澳广国家电台采访时 对这一项举措表示赞赏 但他仍然敦促澳洲政府采取更多行动 在去年正式申后的港人签证政策包括 在2020年7月9日当日持有405类临时毕业生签证 402类或457类临时技术短缺签证的香港护照持有者 已经自动获得5年的居留签证 目前和未来的香港留学生在顺利完成高等教育 包括大学和TAFE课程后 将有资格获得为期5年的毕业后临时签证 条件是申请人满足该毕业生工作签证的常规要求 包括澳洲学习要求 申请临时工作签证的香港护照持有者 若拥有任何符合紧缺职业清单的资质 并通过劳务市场测试的要求 将有资格获得5年签证 在大家最为关注的永久居留资格方面 塔吉部长表示 现在和未来获得5年居留签证的香港公民 在5年期满那时通过所有相关的品格 安全和健康检查后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发黑心裁 郑州泡水车衣物鞋玩具开始流向全国市场 航南省郑州市日前遭遇严重水灾 不少车辆亦成为泡水车 保险公司估计光是郑州市至少有3万多辆汽车代收 至少两个月才能收完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一名行内人士透露 泡水车一定会流出到全国市场 尤其是近下沉的市场 有报道指出 在大水过后 保险公司为减少损失 可能将泡水车晒干后 泡卖给二手车厂 引发未来行驶安全风险 一般来说 泡水车根据涉水程度主要分三个等级 分别是浸水车 即是淹水超过轮胎 一般问题不大 半泡车 即是淹水超过发动机机油车 属于严重但不报废 全泡车即是淹水超过车顶 属于报废车 业内人士说 出售泡水车 店家称不会在合约上写明是泡水车 而是在车房上写上事故车 专业人士说 这种市场很多 好像广东那边每年都有这么多这种车 倒是在市场上 只是你不知道 一名业内人士说 之前的洪灾事件后 也有很多泡水车出现 但规模并没有航南这次那么大 他认为 个人消费者 如果碰到这种私人维修的泡水车 其实很难发现 只能看车厂的职业素样 看他会不会说实话 而这种以次冲好流出的泡水车 更多会面向更下沉的市场 根据AI财经社报道 郑州是中国汽车持有量前6名的城市 截至今个月初大约有490万量 灾后申请理赔的案件已经多达2万5千件 有保险公司为减少损失 会将全损的泡水车卖给小型二手车厂 或者二三线城市的业者 泡水车即使经过维修翻身 仍然有安全风险 中国目前也没有发规明文禁止泡水车买卖 要查明是否泡水车 只能查保险资料 或者拆卸检查生售痕迹 但仍然很难估价 民众只能选择有诚信的车厂 自求多福 不单是泡水车 已经有人在收集泡过水的服装鞋 换具 这些东西估计会通过网救方式 消往全国或者全世界 网民建议最近不要买中国的便宜商品 秦江低调上任 美国务院未派官员迎接 在7月28日 新任中共驻美大使秦江低调抵达美国 据报道 美国国务院没有派任何官员 在机场迎接秦江 外界认为中美关系仍然紧张 在7月26日 中美外交会谈在天津结束 在27日 秦江在上海浦东机场 搭乘飞机前往美国 刚好是中美天津会谈结束的第二天 外界认为不是巧合 甚至又认为秦江这次闯处上任 疑似担心美国脱欧 对中共关上大门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相比起秦江 他的前任崔天海在2013年4月当初 在抵达美国上任时 受到了美国外交官的接待 并受邀在第二天 向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 递交了国书副本 北京语言大学学院教授黄静说 秦江的任务是为双边关系的 政治擂台指引一条道路 同时不制造新的问题 他将需要迎接挑战 因为美中关系最大阻力 看下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纽约时报》报道认为 担任新职务的秦江 将处于习近平努力重塑中美关系的前线 秦江在中共外交系统任职三十多年 曾两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三度派驻英国 近年多次陪同习近平出访会 误外国领导人 赢得习近平的信任 作为前外交部发言人 秦江曾经屡次口出饥饿之言 是中共外交部傲慢态度的开创者之一 而现在的赵立坚等人 只不过是报秦江的后尘 在中美关系僵化下 两国外交情真空状态 美国前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在去年11月美国大选前离开北京 目前拜登政府至今未宣布驻华大使 时政评论员杨威表示 秦江低调赴美表明了中美关系的极度低潮 中共逆自行揭开战狼外交背后的散弱 害怕成为替罪洋 崔天海滞美不归传言四起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秦江 在27日赴美李新 接替驻美8年的崔天海 成为中国新任驻美大使 有传闻说 前中共驻美大使崔天海 在6月22日自行宣布辞职后 一直滞留在美国 并没有回中国大陆 曾在中共外交部任职 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 在7月29日推特上发文说 大陆推友传来的讯息称 这个消息在国内流传了十几天 都已经被删除 韩连潮说认识崔天海 对他印象多好 他在美国任期内 也没有出格的战狼行为 反而真是希望他能够留下 在7月29日 中共驻美使馆发了一份新闻稿 表示新任驻美大使秦江 在7月28日抵达美国李新 而崔天海已经在6月23日 离任回国 但路透社指出 此前知情人透露 秦江抵达华盛顿 中共官方特意发表新闻稿 并提到崔天海 路透社的言外之意 似乎是指中共使馆 有意辟谣关于崔天海的情况 女美学者吴祚来推文表示 根据这个传闻 似乎崔天海不是战狼 他可能想在美国留下生活 他猜测 中共前一段时间恐吓 背叛党中央的下场悲惨 是不是在针对崔天海呢 如果崔天海只是想留在美国生活 可能是第二个许家团模式 关于崔天海目前的情况 媒体报道的消息都停留在6月22日 当日崔天海在推特上发文宣布卸任 并发出了致全美僑胞的词别信 时事评论员杨威在6月23日刊文表示 崔天海自行借磨似乎不太尋常 或许他对自己退休的安排不满意 也可能担心成为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替罪样 在杨威看来 即使是中共抛出崔天海 但不见得会公开处分 更可能局限于中共高官内部的解释心变 崔天海说他有所预感先暴露了情绪 他完全听命于高层行事 最后却不太可能有好结果 这个就是中共官场不变的规则 目前崔天海是否离开美国回到中国 还是滞留在美国 暂时没有官方确认消息 崔天海本人也尚未有正式露面 可以确认他的状况 北级外媒帝都指 郑州水灾失子家庭被错领围体 郑州经广路隧道惨案发生后 官方极力掩盖真相 其中一名隧道内失踪少年的姐姐 之前曾经多次迅从官方口径 宣称北级外媒帝都指 他最新透露 弟弟遗体可能已经被另一名失踪少年的家长 领走火化 最后死未见尸 陆媒曾经报道 两名14岁初中男子李浩明 许玉坤结伴入隧道后失踪 这件事随后被官方舆论维稳 陆媒没有跟进报道 连日来 李浩明的姐姐只好自己持续在微博上求助 并发布有关沉亲的消息 在28日他在微博上宣称 他家通过不断寻找 刚刚在云梦山庄公务发现了许玉坤的遗体 随后又通过搜寻发现李浩明的遗体照片 因此怀疑许玉坤家长可能在24日错领了李浩明的遗体 并已经火化 他说24日派出所打电话给许玉坤家长 通知去认领许玉坤遗体 当时李浩明家人也看到许玉坤家长接电话 并且也要求一起去辨认遗体 但许玉坤家长说官方没有通知李浩明家人 他们不可以去 随后李浩明家人托关系 找到五库院的认私现场 但赶到时只是看到没有人认领的尸体 他们被告知孩子遗体已经被许玉坤家长领走了 李浩明的姐姐和许玉坤家人 在微博上就遗体处理问题发生争吵 据李浩明姐姐在微博透露的讯息 疑似是官方为维稳需要 要求怨难者家人必须单独去认领尸体 而且现场没有可信的程序 确认死者身份 先造成认领错尸体的事件 据李浩明的姐姐早前透露 她家曾两次被通知认领尸体 一次见到两个男性围体 另一次是三个男性围体 她表示 如果再加上已经被认领的许玉坤围体 显然与官方通报的死亡数字对不上号 值得注意的是 航南官方为了舆论维稳需要 近日大举攻击一名BBC记者 对航南灾情的报道 并将不给外媒帝都指炒作成 压制洪灾真相的政治正确口号 有网民就翻出李浩明姐姐 早前也曾经宣称沉亲不找外媒 不给外媒帝都指的博文 网民评论说 自己已经失去了孩子 重工委曲求全 认知错乱 何时才能挺起腰板清醒一点呢 滚滚红楼冠入广州地铁 乘客京途 在7月30日 中国广州市降下暴雨 地铁21号线神州路站淹水 乘客京方逃离 从网民传出的视频显示 广州地铁21号线神州路站内 水流洶涌 水位不断升高 地铁越台完全被淹没 刚刚经历过郑州地铁5号线 淹水事件的中国人 对地铁的洪水尤其恐慌 当时地铁内的乘客和工作人员 客到警方逃离 在30号当日 广州市气象台对天河区和黄埔区 发出暴雨橙色预警 仅次于最高的红色级别 广州街头已经出现大量积水 预计在7月30日至8月1日 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将继续遭遇雷雨天气 专家就说 江门 山尾 蝶阳等地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中国女排提前无缘八强 创奥运会最差纪录 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遭遇惨败 小组赛已经连输三场 出线无望 作为上届奥运会冠军 这次中国女排提前无缘八强 创奥运会比赛最差纪录 引起大陆网民热议 在7月31日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B组第四轮争夺 有两场已经决出胜负 俄罗斯奥运会女排3比0击败美国 土耳其亦以3比0完成阿根廷 这样一来已经三年败的中国女排尚未对女意大利 已经提前出局 无缘进入八强争夺战 因为土耳其的局分优势排在中国队之前 获得上届奥运金牌的中国女排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提前推出竞争 令人此料不及 这个也是中国女排有史以来最差战绩 首次未能打入奥运会八强 在当日hashtag中国女排提前无缘八强的字条 登上了大陆微博热手 阅读量高达1亿3千万 网民评论说 没有了朱婷的顶级女排露鲜了吧 躲在人后吃红利 以一种恥辱的方式来场 拍电影拍广告高傲自大的后果 成也狼平拜也狼平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